同学们大家好 那么这节课开始呢 我们就进入这个进程管理的学习 那么所谓进程管理 管理的就是进程 那么我们这节课呢 就来学习进程实体这部分的内容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将来认识什么是这个进程 那么这节课呢 内容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我们为什么需要进程 第二个部分是进程它到底长什么样子的 进程的实体它到底是什么 首先我们来了解 我们为什么需要进程 那么在前面我们也学习了 操作系统它的基本功能就是 管理底层的一件资源 包括这个处理器 存储器 IO设备 以及这个文件资源 那么有了操作系统 这些资源呢 就可以很便捷的被操作系统所管理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假设 在没有操作系统的时代 这些资源又是怎么样处理的呢 其实在没有配置这个操作系统之前呢 资源只属于当前运行的程序 那么在没有操作系统的时候呢 计算机它其实只能运行一个程序 并且是一个程序接着一个程序的运行 那么在运行某一个程序的时候呢 所有的资源都属于这个程序 那么这个时候呢 因为某些资源 当前运行的程序 也不可能完全的合理的去利用 那么因此呢 就引入了这个多大程序设计的概念 也配置了相关的操作系统 那么有了操作系统之后呢 进程就出现了 进程的功能就是 合理的隔离相关的资源运行环境 提升资源的利用效率 因此我们简单的总结 为什么需要进程 首先第一点 这个进程呢 它是系统进行资源分配 以及调度的基本单位 那么有了多大程序设计的概念呢 操作系统就可以对每一个程序 进行资源的分配 那么这个进程呢 就是这个资源分配的基本单位 第二点 进程作为程序独立运行的载体 保障程序的正常运行 这里面 保障程序的正常运行 怎么理解呢 那么因为有多大程序设计的概念 所以呢 在计算机里面呢 就可能有多个进程 共同的使用某一个物理设备 比如说存储器 可能是多个进程共同使用的 CPU呢 也可能是多个进程共同使用的 那么进程在这里面呢 就发挥着这个运行资源的 隔离的这个作用 第三点 那么进程的存在 使得这个操作系统的资源利用率 大幅提升 那么这个呢 也是依赖于我们的 多道程序设计的这个概念的 因此呢 基于这三点原因 操作系统需要使用进程 来更合理 更高效的去运行 那么在这里 我们也多次提到了这个 多道程序设计的概念 可见这个概念 对操作系统是多么的重要的 好的 那么在这里我们了解了 为什么需要这个进程 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第二个部分的内容 第二个部分 进程的实体 那么在这一个部分呢 我们将会学习两个部分的内容 第一个部分是 主存中的进程形态 第二个部分是进程与现成 首先我们来看这个 主存中的进程形态 那么在主存里面呢 进程也是一段连续存储的空间 那么这个空间呢 称之为这个进程控制块 那么在这个进程控制块里面呢 有相当的一些重要的信息 比如说这个标识符 状态 优先级 程序技术器 内存指针 上下文数据 IO状态信息 机上信息 等等的一些重要的信息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 这里面每一个关键的数据 它具体是什么意思 里面的具体是什么内容 首先是这个标识符 那么标识符呢 是唯一标记一个进程的一个符号 它用来区别其他进程 就比如说我们平时常说的进程ID 就是这个唯一的标识符 接着第二个是这个进程的状态 那么状态这个存储区域呢 存储的就是标记进程的进程状态 比如说运行态或者是阻塞状态 那么这个状态呢 我们在后面还会继续学习 在这里面我们只需要知道 在这个进程控制块里面 有专门的区域来存储进程的进程状态 接着是这个程序计输器 那么对于这个程序计输器呢 前面我们在学习计算机组成原理的时候呢 在CPU里面也有一个类似的设备 那么在这里进程控制块里面的程序计输器 它的功能呢也是类似的 它的功能是指向这个进程直将药 执行的下一条指令的地址 接着是这个内存指针 那么这个内存指针呢 指的是程序代码 或者是进程数据相关的指针 那么在这里面内存指针可能有多个 分别指向于这个程序的具体的逻辑代码 或者指向这个进程数据相关的地址 接着是这个上下文数据 那么这个上下文数据呢 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区域 那么这个区域呢 存储的是进程执行的时候 处理器所存储的数据 那么在前面我们也学习了 在处理器里面有相当的进程器 以及高速缓存 那么这些数据呢 就是所说的进程的上下文数据 接着呢 是这个IO状态信息 那么IO状态信息呢 它存储的是被进程IO操作 所在用的文件列表 我们知道在Linux里面呢 所有的信息都是文件的形式存在的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操作的磁盘 操作的内存 或者是操作的文件呢 都是以文件的形式 存储在这个IO状态信息里面的 接着还有这个记帐信息 那么这个记帐信息呢 它存储的是进程所使用的CPU时间 或者是这个时钟数总和 又或者是别的运行的一些数据等等 那么这些数据呢 我们在调试或者是在获取状态的时候呢 都是非常有用的 那么这些数据呢 就是存储在这个记帐信息这个区域里面 那么在这里标识符 状态 优先级 程序 计输器 内存指针 上下文数据 IO状态信息 记帐信息 那么这些信息呢 都是进程控制块里面 比较重要的区域 那么其实除了这些区域以外呢 也还有一些别的区域 但是在这里面老师就不再展开了 那么在这里呢 总结起来 刚才所介绍的 这个标识符 状态 那么这些信息呢 总结起来可以归为四类 第一类是这个进程的唯一标记 第二类是这个进程处理机的状态 第三类呢 是这个进程的调度信息 第四类呢 是这个进程的控制信息 那么这些呢 就是主存中进程的形态 也就是进程 它实际是什么样子的 那么刚才呢 我们也提到了一个 比较重要的概念 这个概念就是进程控制块 英文名字叫做PCB 那么这个PCB呢 是进程里面最重要的内容 那么PCB 它其实是用于描述 和控制进程运行的 通用数据结构 也就是说 每一个进程 它都有这个进程控制块 其次呢 这个PCB 它用于记录进程 单强的状态 以及控制进程运行的 所有信息 再有就是这个PCB 它使得进程 是能够独立运行的 基本单位 也就是说 每一个进程 都依赖这个进程控制块 去被操作系统所调度 或者是被控制 那么因为这个进程控制块 是进程里面 比较重要的内容 因此呢 这个PCB 是操作系统 进行调度的时候 经常会被读取的信息 所以这个PCB呢 它是产注内存的 所有的进程的PCB 都是存储在内存里面的 那么存储的区域 就是系统专门开辟的PCB 区域里面 好的 了解了进程控制块 我们接下来 再来学习 这个进程与线程 那么进程与线程呢 也是比较重要的内容 那么可能很多同学 在第一次接触这个进程 与线程的时候 都傻傻分不清 什么是进程 什么是线程 它们之间又有什么关系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来学习 这里面的区别 首先 我们知道这个进程呢 它通常使用这个process来表示 而这个线程呢 通常都是使用这个thread 这个单词来表示的 那么假设 这一个是process 是一个进程 那么对于一个进程呢 它可能有多个线程 在进程里面执行 也就是说 进程与线程呢 是一对多的关系 一个进程 可以有多个线程 那么进程里面的线程 它又是怎么样定义的呢 那么线程呢 它其实是操作系统 进行运行调度的最小单位 那么在这里 我们也来回顾一下 前面所介绍的进程 那么进程呢 它是系统进行资源分配 以及调度的基本单位 在这里面 线程是调度的最小单位 进程是这个调度的基本单位 那么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说 操作系统 对这个进程的调度 实际上是对这个进程里面 线程的调度 接着第二点 这个线程呢 是包含在进程之中的 是进程里面 实际运行的工作的单位 也就是说 在进程里面 实际运行逻辑的 是进程里面的线程 而不是进程 最后第三点 就是一个进程 可以并发多个线程 然后呢 每一个线程去执行不同的任务 那么这里面呢 一个进程 如果比作是一个比较大的任务的话 那么线程呢 多个线程就可以分别完成这个进程里面 不同的任务 那么这个时候呢 多线程运行起来就会比较快 这也是一个进程里面 多线程的一个好处 那么在这里 我们就了解了 一个进程 可以并发多个线程 进程与线程呢 是一对多的关系 那么接下来 我们再来了解 另外一个重要的概念 在前面 我们也介绍了 进程呢 它是操作系统 进行资源分配的基本单位 也就是说 一个进程呢 它是拥有相当的资源的 那么在这里呢 线程呢 它是不拥有资源的 线程是共享进程的资源 假设在这里面 一个进程有三个线程 线程一 线程二 线程三 那么在这里面 无论是一 二 还是三呢 它都是使用这个进程 所分配的资源的 也就是说 线程一 线程二 和线程三 可以共同的使用这个进程的资源 那么这一个也是进程 和线程的重要的概念 我们也来简单的总结 这个线程和这个进程 我们从这个资源 调度 系统开销 以及通信 来对比这个进程和线程 首先呢 我们来看这个资源 那么对于进程来说呢 进程是资源分配的基本单位 而这个线程呢 它是不拥有独立的资源的 接着对于这个调度来说呢 进程是操作系统进行独立调度的基本单位 而线程呢 是这个独立调度的最小单位 刚才我也介绍了这个基本单位 和这个最小单位的区别 在这里面也简单的重复一下 操作系统对进程的调度 实际上是对进程里面线程的调度 因此呢 在这里面 我们才说进程是调度的基本单位 而这个线程呢 是调度的最小单位 在进程里面 实际运行的是线程 接着我们再来看第三点 这个系统开销 那么对于进程来说呢 进程的系统开销是比较大的 因为它需要管理多个线程 以及分配相关的资源 而线程呢 它的系统开销是比较小的 最后还有这个通信 通信呢 对于进程来说 是进程间的通信 这里我们后面会继续学习 而对于线程呢 线程则是通过读写 同一个进程的数据 进程通信的 在这里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 一个进程里面有两个线程 进程一和进程二 那么进程一呢 可以在进程的资源里面 某一个区域 写我处理完成之后 这个数据等于多少 那么接下来进程二呢 也可以读取这一个区域 然后把这个数据 读取出来 那么这样子呢 线程一和线程二 就是通过读写 同一个进程的数据 进行通信 好的 最后讲到总结 这节课的主要内容 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 我们为什么需要进程 第二个部分是 进程的实体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介绍了 两个重要的支持点 第一个是这个进程控制块 那么这个进程控制块呢 进程里面 最重要的一个部分的内容 接着我们还介绍了进程和这个线程 并且把它们两个做了一个简单的比较 好的 那么这节课的内容呢 就到这里 进程序 行吗 我 nominees novo吗 我们回到这里 到駒 És